Mix的含义不是米10 命名初衷是探索未知的X系列 iPhone X发布的前一天 全面屏的小米Mix2在国人期待中亮相 首发三个配置 金属中框加陶瓷后盖的64G 128G和256G 以及11月份上市陶瓷一体化机身的8加128G尊享版 我拿到的是首发中不那么尊享的256G标准版 作为主力机深度使用一周以后 有不少欣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陶瓷高大上的形象是不是皇帝的新衣呢 因为表面的右层摸起来几乎分辨不出陶瓷与玻璃的区别 同样是一摔就碎 耐磨性通过我的小米5一年时间下来 只能说相同的造法下比玻璃好点有限 我回想了一下有三种场景会意识到后壳是高贵的陶瓷 一是它比玻璃的反射光线要轻柔 二是拿起来陶瓷手感更重 三是冬天户外抓住它的时候比印象中的玻璃更加温暖 这就是有人一提陶瓷就用宛若穷域带过的巨化实感吧 这是由于陶瓷材料的向组成密度和热传导性所决定的 另外从材料生产角度上来说 金属屏蔽无线充电减弱信号强度将被抛弃 金属中框加玻璃的组合结合处又会产生缝隙 能够做到一体化的只有陶瓷和塑料了 所以陶瓷更上档次还算有些事实依据 转移或者压缩正面上下区域的元器件 扩充显示面积就成了全面屏 相同尺寸及握感下有更大的视野 这种视觉上的冲击让传统手机显得落伍和老土 甚至有一天再也不想拿出手 以MIX2和iPhone X发布的这两天为节点 我建议大家把全面屏作为手机购买的第一参考量 但怎样才算全面屏呢 雷军为争这事还几乎哽咽落泪 就影响力而言 小米科普和引领了全面屏风潮 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过对随之鱼木混珠跟风碰瓷的手机 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定一下全面屏 已有的屏占比和18比9的比例等指标都不靠谱 在我们编辑部有两种尺度 一是看四边中有几个边 实现了几乎没有元器件仅剩边块的厚度 全面屏2.0 全面屏3.0 全面屏2.8 全面屏3.5 总有一天会过渡到全面屏4.0 这种方式还不足以定量 需要再引进一个尺度 平均边框宽度 四边框的面积除以屏幕的周长 得出四边框的平均宽度 全面屏没有临界而是一个度 我们建议以平均边框来衡量屏幕的全面程度 iPhone 7 Plus 9.6毫米全面度不高 普通国产手机都能够达到7.几个毫米 当小米拿出平均边框是4.7的MIX1的时候 给了我们如此大的震撼 S8平均边框更是只有4.2 iPhone 10因为4.3脚粗的侧边框 以及留好平均边框4.8 但全面屏的程度要更进一步 MIX2亮相的时候并没有给我们像上一代那样的经验 主要是因为它尽管收窄了下巴 但侧边框3.7毫米平均边框5.1毫米 都比上一代有所退步 这样MIX2参加透明拍照大赛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沉浸 套上后壳以后更想平庸 还没发售钱我在地铁上拿出来 也没有MIX1时候那么吸引目光了 全面屏是未来必然的趋势 它给手机带来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 首先是屏幕比例 拉扇以后如果还想保持16比9手机就会过宽 MIX1仅仅增加了一条虚拟按键 达到了17比9 也遇到了太宽难以握持的问题 如果未来能够去掉下巴的话 左右已经足够了 而上下似乎还有余量 经过三星18.5比9等短暂的混乱之后 行业迅速达成了一致18比9 这也正是很多传统手机的外边框 以及iPhone X的比例 原因不是什么因为它是未来宽荧幕的行业标准 仅仅是因为它维持了我们现在已经握习惯了的手机外形尺寸 再长拿着像砍刀 再短像指尖陀螺 由此可见 当初说什么16比9是人眼 艺术视觉最佳黄金比例的理论 全是扯淡 最终我们还是向人人都爱的人民币看齐了 MIX2的5.99寸和传统5.5寸的宽度和握感是一致的 这也是为什么叫18比9而不约分成2比1的原因 强调是以宽为机 重点在长上做了变化 其次是屏幕的圆角 手机四角无论从用户体验还是从生产工序来说 都不可能做到90度的直角 如果屏幕不随之做圆角切割 边框就会变宽 目前各全面屏厂也都火速上马 皮秒非秒的激光设备 应对马上爆发的各种C角 R角 U角 等异形全面屏的切割 MIX2的圆角损失的那几个像素 在使用中影响不大 一般应用不会在边缘处放关键的信息 MIUI也把上方的状态栏信息向内收缩了 横屏看视频的时候 16比9还碰不到四角 哪怕是看全面屏的18比9时 对主体内容也没什么影响 比如说本期视频就故意加了四个圆角 估计看到现在发现点也不多 被全面屏抢占的正面四大件 听筒、摄像头、指纹和咕咚按键 都如何安置了呢 MIX1去掉听筒 改成悬臂梁压电陶瓷发声之后 打电话跑音 这次MIX2采用的是超薄传统听筒 开始感觉耳朵覆盖不完整 还有一点跑音 但是经过对比发现 实际上是MIX2的听筒音量默认太大 关小点以后保密性和iPhone差不多 公共场合使用没有问题 上代的毛病得以跟除 但听筒的结构导致上边框宽度增加 而两侧略窄 发现这种不协调以后会感觉设计上有点别扭 MIX前置摄像头由上一下 启动的瞬间一定正好是被手挡住 或者是看到自己的大鼻孔 小米推荐你翻过来用 但在微信视频通话的时候 一旦开启扶窗或切出桌面和其他应用的时候 会发现别的应用不这么像 非常的不方便 其实摄像头下置是不能头中脚轻的设计枷锁和被吓捕带的节奏 如果真的就是放在上面了 我感觉也没什么不妥 正面已经没有指纹的容身之地了 但是放背面也不是最佳方案 MIX2的指纹离手指更近 而且多了凹槽更便于触碰和定位 但是在三种场景下 背部指纹很不方便 一是放在桌面的时候想看下时间微信或者计算器 还要拿起来以后才能解锁 二是至于汽车手机架上的时候 想亮屏手指会被严重阻挡 三是没有正面的按键做视节定位 细屏的时候分不清上下 每次拿起以后解锁 半天摸不到才发现原来是拿反了 传说中的屏下指纹方案技术上困难重重 而且需要亮屏以后的二次触摸识别效率降低 人脸识别是大势所趋 但最好是支付级别的3D结构光 而不是单摄所得到的平面识别 并且MIX2由于摄像头下指 拍脸难看估计永远不会采用 各种方案排除以后 只能是后置指纹作为权宜之计了 谷歌多年以前就推屏内的虚拟眼界 似乎对全面屏早有准备 但当这天突然到来的时候 我对它挤占了屏幕显示空间 仍然是耿耿于怀 开始我用MIUI的悬浮球来享受全景视野 但是它常在不需要的时候阻挡触控 需要的时候又得仔细寻找 以前闭着眼睛按返回的定位感诠释 两天以后我只得把虚拟按键条重新启用 几天用下来感觉还是能慢慢适应 就是全屏游戏和视频的时候 需要先滑动呼出再操作略感麻烦 MIX2对于听筒摄像头指纹和功能按键的重新安置 并不完美 但这些也是未来所有全面屏手机都会遇到的问题 小米第一个胶卷很有勇气 吸引这些换来的是全面屏在显示上的绝对优势 我们知道显示内容多少不取决于屏幕的大小 而是因分辨率的变化 MIX2 2160×1080的分辨率纵向上比1920多了240像素 确实能够多容纳一些内容 王者荣耀能够显示更多的地图范围 和朋友联机的时候 在相对横向某个位置的时候 它看不到我而我能够看到它 看来物理外挂是存在的 我的世界左右也会多出一些视野 而对多数非全面屏应用来说 有125个像素是被虚拟按键条占据了 还剩115像素的多出内容 这大概是半条新闻 一条半的微信 一两行的网页文字 半条微博 三分之一条宝贝 半条弹幕 导航多出几百米的内容 这就是全面屏最大的优势和欣慰吧 分屏功能在全面屏上也会表现更好 但是我不太常用 当然也有一些代码 没有考虑分辨率自适应的游戏和应用 在MIX2上会出现流黑边 拉伸变形 或者是长边适配短边剪裁的情况 但我相信有责任感的公司 应该马上会重新适配 具体硬件上 MIX2用的是JDI的LCD屏 还是没有自动色彩管理 亮度和对比度比前代略低 但是采用行业未来趋势的P3广色域 色准也有所精进 优劣是相互抵消最终原亮 相比于去年的手机 色域覆盖提升 色彩进一步丰富 你看网易红 百度蓝 微线绿都更加的饱和 我股票的颜色也更加的脆 不过在使用中发现 MIX2屏幕边缘出控似乎有点问题 滑动的时候有非常偶尔的卡顿和跳跃 MIX2保留了NFC刷公交卡非常方便 只是换手机还要重新交30元的开卡费 没有红外遥控 失去了在家掌控雷电的感觉 振动马达正感极次 下巴缩小了天线近空区的面积 在WiFi信号角落的地方 信号强度还好 但是下载速率相比米6 有较大程度的下降 MIX1为了美形 坚决不让摄像头突出 只好选小像素的OV传感器 也没有配备光学防抖效果扑阶 MIX2改用主流1.25微米的MX386 F2.0 同时配备了四轴光学防抖 也不再追求纯屏了 夜阳天拍黑板 可以让相机的解析力发挥到极致 这道送分题上 MIX1却迷之跑焦 1加5凭借2000万像素的优势 本轮领跑 小米Note3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差 魅族Pro7的锐化也用力过猛 MIX2和小米6居中表现相当 iPhone7的锐化痕迹最少 贴近自然的风格独成一派 这张边角处Pro7的锐化力度依然最大 文字边缘出现了句声 非常的不自然 甚至出现了噪点爆炸 MIX1的边缘出现了明显的略化 MIX2和Note3表现仍然是居中 动态范围上 MIX2不会在遇到大光笔的时候 自动开启HDR 我们就在默认的参数下进行对比 在乔蓝根的部分 只有iPhone没有过报 这还是在没有触发自动HDR的情况下 剩下手机在这里全都白色一出 从测光倾向上也可以看出 小米的手机更喜欢让画面亮一点 比如说这张 小米的三部手机 阴影部分都是最亮的 但是狮子脸上的纹理已经是过报消失了 这一张大逆光现实是这样的 但拍出来连iPhone也贵了 硬是比较的话 无疑MIX1最差 相对还行的是自动开启了HDR的1加5 MIX2表现仍然是中等偏下 白平衡我们经常讽刺的小米是祖传绿 但是这张天空最绿的却是1加5 MIX2可能是通过18K金圈中和了祖传绿 天空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1加5拍天空不行 但是花朵的颜色最浓郁 色彩偏暖 胶外也最柔和 最讨好眼球 其他或多或少都有些偏差 等等 MIX1根本就没有对上胶 对胶最痛快的是1加5 根本就不用右手点 秒合 dota3和pro7的对胶有点困难 但好在最后都对上了 我们拍的25组样张当中 小米MIX1有7组都跑了胶 这个问题在MIX2上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并没有根除 夜晚场景中有点光源的时候 MIX2仍有小几率的跑胶 而且是即使人为点击也修正不过来的 拍夜景我们来到了全球最大的招相馆星巴克 这张MIX1不但跑胶还压不住噪点 Note3画面最亮 米6和Note3在暗光下自动开启了多张合成模式 拍照速度会变慢 但是对噪点控制很好 MIX2可能觉得这场景还没有那么暗 自己可以处理好 所以它没能处理好 Pro7压抑了曝光噪点不多 但是颜色有明显的偏紫 到了变态黑的场景 iPhone的画面最亮同时 还居然做到了解析力最高 Pro7的亮度紧随其后 但是天空显现出了星红色 MIX1拍了一张纯黑的照片出来 剩下的小米手机都自动开启了暗光多张合成模式 但是无济于事 画面还是又黑又糊 最后看一下镜头素质 7台手机或多或少都有炫光的问题 其中Note3控制的最好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逆光 平时用户遇到炫光 只需要稍微扭动一下角度就可以规避 边缘色散 俗成紫边 也是很常见的镜头问题 MIX1的紫边最差 Pro7最好 其他的几台水平相当 只要不放大到200%去观看 不会影响画面的质量 我很奇怪 MIX2为什么没有采用主流的双摄 问询小米 回复竟然是为了美观 难以服众 别人拍人像 如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 那样鲜明 那样的出众 你拍出来的就很平庸 我是很少拍照发朋友圈的影响还不大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 可能就很遗憾了 总的来说 MIX2的拍照水平相较MIX1 有了质的飞跃 主要是因为前代的底子太差了 但是MIX2的拍照水平 放在现在相似价位的手机中 并不突出 尤其是对焦准确度 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MIX2充电是9V2A的QC3.0 但是电池由前代的4400mAh 降到了3400mAh 在循环网络弹幕视频的播放当中 相较MIX1的续航成绩有所下降 甚至不如米6 1加5我们反复测了三次 都是长度过分 系统方面 有人说米外难看 其实界面可定制性是非常强的 主题市场也是国内最快最丰富的 仿iPhone X的刘海主题早在第一时间就上线了 有人说米外的广告多 其实多数界面都是可以关闭的 还有一些手机帮还信用卡 手机充值和出国落地以后 问你要不要买流量的广告 并不会太反感 完备的黑名单机制和垃圾短信规整 还会让广告骚扰少一些 总之在我使用的这一年当中 只有方便没有厌烦 但是米外对于全面屏的跟进 还是有些落后 全面屏最大的问题就是 用起来突然感觉单手掌控力好弱 不在桌面的时候想呼出下来菜单 相当于你以前要够到以前 听懂上面部分的无力感 并且上钩过程当中 虚拟按键会引起比较频繁的误触 米外呼出单手界面是滑动三按键 但是在滑虚拟按键的时候 一定会先误发任务切换 或者返回按键 米外6最新的传送门功能 初中是针对你聊天 或者浏览文字的时候 可以长按并智能判断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人物电影可以查询 地点可以导航 但实际用下来 发现英文不能翻译 地址必须标准 康熙字典指认康熙 我不认识的基本他也不认识 过两天以后就忘了这个功能的存在 总之 米UI已经是国内最强的安卓系统了 但是还得在面临全面屏新形势下 加快进步的步伐呀 总结 对于小米MIX2 我提炼出了一些tips 以上就是我深度使用一周以后给大家的提醒 希望能带来与快速评测不一样的内容 MIX2的实用性较上一代有了很大的进步 虽然有些不变 但也是全面屏手机先行者中解决的比较好的了 做对了全面屏之后 这些都可以忽略 它示范了近期安卓旗舰该有的样子 打破了审美疲劳 满足了市场对个性创新的需求 如果你买手机的计划无法拖到元旦之后 那么 急早出手吧 大家好 iPhone 8和iPhone 10已经发布了 如果大家手头紧想要回血的话 一定要关注爱否商城近期的活动了 9月15号到9月30号期间 我们不光是对大家的旧iPhone做高价回收 而且还有现金红包赠送 并且 如果累计的回收金额大于多少的话 我们还有价值不菲的豪力赠送 我相信这段期间是大家出手旧手机的高峰了 所以我们安排了这一个活动 我对比了一些竞争对手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最高的回收价格了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尾巴 MIX2的创新除了Unibody全陶瓷之外 想象也没什么了 很多人欣喜它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我却遗憾它失掉了X系列探索未知的精神 和如实宣传的态度 我们知道国产实力与美韩巨头还有很大差距 而MIX1的出现就像百米决赛中国选手的瞬间领跑 让人雀跃 比赛可以输 但野心 勇气和诚信 才是迈向伟大的希望之中 才是很多人心中新国货真正的含义吧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词制作绍 这位的用者 注入 吸引发 词赞 压力测 吸引发 词制作绍